尊敬的各位领导 现场的各位嘉宾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光临 全家华人促进中国统一委员会 大多多地区 庆祝全家华人促进中国统一委员会 成立十九周年晚宴 即第十天理事会就职典礼 我再次对大家的光临 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 我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杨毅 作为一个炎黄的子孙 那么反独促统是我们每一个人 义不容辞的责任 所以今天呢我可以作为 今天这样一个重要活动的主持人 感到由衷的骄傲和自豪 好 首先请全体起立 造加拿大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